玩玩!阿牛爱情事业双惨败!当年百万正荣正出货,人虽变帅,幸运却被争掉了,如今一蹶不振。 在华语乐坛有很多层红金意识的歌曲,而《桃花朵朵开》这首歌就曾火遍大金小巷,不仅深受听众喜爱,也让阿牛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手。 提起阿牛,很多观众都非常熟悉,她长着一张辨识度非常高的脸,特别是她的牙齿很有个性,让人一眼就能记住。 然而她这独有的特点,如今却像她的名气一样逐渐消失。 很多观众都发现,近些年阿牛变得帅多了,哪个很有个性的牙齿也没有了,名气也没有以前大了,就连作品也不如以前的好了。 据说她整牙就花了上百万,如今变得帅了,辨识度却没有了。 阿牛,本名陈庆祥,1976年8月31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冰城,祖籍福建,20岁时评级《阿牛和阿花的故事》这首歌,获得第二届《Lirical Opera》和罗辛运掌中学组冠军,开始受关注。 阿牛进入台湾市场,可以说任贤齐起了很大的作用,阿牛有一首歌对《面女孩》看过来,而任贤齐不仅把这首歌作为自己专辑的主打歌,更在99年羊世春晚上演唱,让阿牛也被很多内地观众所熟视。 而后来的《桃花朵朵》躲开这首歌才真正让阿牛火遍内地大金小巷,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提起阿牛,在内地观众心中,似乎除了这首歌之外,它也没有什么代表歌曲了。 后来阿牛还去做了导演,他自导自演电影《初恋红豆冰》可谓是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,据说连房子都抵押了,结果这部电影铺接后,他和妻子也离婚了。 如今42岁的阿牛依然单身,家庭丧了,事业下滑,就连曾经辨识度极高的牙齿也没了。 还记得他曾说过不建议自己的牙齿,觉得是特色,结果却弄成这样,真让人唏嘘不已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。